Lin 女子拳截好手林玉婷在市警賽 因為性別深化指數異常 銅牌遭到取消 體育署表示 林玉婷的檢測結果符合國際參賽規定 聽到這些風言風語當然會 所以就覺得不舒服啊 反正就像那句話 就擂台上的事情就擂台上解決 有本事你打回來 好險他有選手是打不死的蟑螂 一步一步就是堅持到現在 站上金牌獎台 台灣拳擊女教林玉婷 在杭州亞運中的女子 57公斤級金牌戰中 補負眾望 為台灣奪下本屆的第15金 更是女子拳擊史上第一金 最主要還是要感謝教練 我們兩個經歷過什麼樣的過程 歷程只有我跟教練知道 那就是非常感謝她 回想這些年來 林玉婷從上屆亞運銅牌 到東京奧運16強勢力 雖然在2022年世錦賽摘金 但沒想到在今年3月舉辦的世錦賽上 卻因為性別深化指數異常 拼來的銅牌被取消 準備要開心上去頒獎 結果工作人員就說 就把我跟教練帶到旁邊 然後就寫了一個單子 然後就叫我們要簽名 她的內容就是說 你不符合什麼資格 然後要叫你簽名 當下我跟教練就懵了 啊怎麼會這樣 發生什麼事 這是她人生首次寫下 令玉婷三個字 感到如此沉重的時刻 她說你就是要簽 簽了就是沒有這塊牌 不簽也沒有這塊牌 其實當下就會覺得說 啊我做過這麼多次要錢 啊從以前比賽到現在 啊你是要說我有這樣的問題 我是很沒有辦法接受的 反抵台灣面色凝重 就算最後體育署重新檢測的結果 都符合國際參賽規定 換她清白 但失據的榮耀卻逃不回來 她完全沒有給我們 就是可以喊扣的機會 深淵的機會都沒有 近年來國際體壇擔心 跨性別運動員參賽造成不公平競爭 有些單項總會增設性別生化指數檢測 以搞不同濃度評斷選手是否符合參賽資格 因為她能提升肌肉量和肌力 是影響運動表現的關鍵因子 但已有生理女性天生濃度偏高 引發爭議 林玉婷的教練曾自強就說 她們一切都符合標準 運動員來講 如果制度的攝取這個標準值裡面 其實它對於肌肉的發展 確實是本來就是很 它等於是一個營養品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超過一個戒指 它當然就是屬於一個違規的方式 沒有經過國訓中心檢測過的東西 我基本上是碰都不碰 然後結果 你要說我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我是相當的不服氣 雖然體育署重新檢測後沒問題 但不只國際權總不給林玉婷申訴空間 就連台灣社會都不斷質疑她的性別 有人質疑體育署的檢測被操作 或說她像個男生之後比賽還在女子組嗎 禁藥會被代謝掉等等言論 聽到這些風言風語當然會 就覺得不舒服啊 當我被打到流鼻血 然後倒在地上的時候 你們其他人都沒有看到 就是你只能 你只會看到很多人 因為了某一篇報導 我這中心的外表就會 他就會把我聯想說 你就是 你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男生什麼的 一句你是男的 否定了他身為女拳擊手的努力 然而面對這些不公平與不友善 曾志強也不斷給予林玉婷鼓勵與關心 因為他可能害怕我 就是就此一絕不振嘛 好險他有選手 就是打不死的張欄 那就雷台上解決 但沒想到的是 當他勢如破竹地打進金牌戰的時候 曾打贏他的哈薩克選手 伊布拉吉姆瓦在陣前想大會抗議 林玉婷是被取消資格的選手 林英不能參賽 我在想很有趣的是 如果我們四強賽是輸的 他會不會提出 特別他那天提出這個的時候 我心裡更加獨定 我們一定會拿下正面金吧 自國際權長事件以後 曾志強吸取教訓 一直把林玉婷的相關檢測報告 帶在身上以防萬一 沒想到還真的用上了 兩院駁回哈薩克抗議 不過發生當下 曾志強沒有告知林玉婷 避免影響她的對戰情緒 什麼事情我都不知道 比完賽了 你們報道出來 我說嗯 我才問這樣 有這種事喔 進去運動嘛 就是為了勝利總是會不擇手段 林玉婷為台灣 為教練更為自己拿下金牌 回望性別正義 總算實現了 雷台上的事再雷台解決 現在就是會想要問問 國際權長臉是不是種種的 亞運 是一個這麼大的比賽 對那我都平安的玩賽 當初講話那些人在哪裡 林玉婷成功用金牌 小米質疑聲浪 不過她也坦言 短髮加上俊秀的外表 從小到大 她就常常聽到別人說她像男生 甚至有時候還會被誤會 多少會有一點困擾 困擾一點就是 可能你去上廁所 她就會說這是女廁 我說我是女生 and woman 對這樣 女生沒有女生樣的批評 不只出現在傳統社會 還有在陽剛的運動圈中 也能聽見類似的話語 也許會有 但是不會到很尖銳 就是說你就是怎麼樣 是不會到霸凌 對就只是偶爾講講 再加上她跟男子 一起訓練拳擊時 常常打輸對方 發現性別 對選手能力 帶來的先天差異 讓她一度萌生放棄念頭 多多少少一定會有 因為人在低潮或挫折的時候 一定會思考很多理由去否定自己 就是經歷了這麼多 自己也是走過來了 雖然一路走來 因為外觀喜好受到許多質質點點 但卻不曾糾結於性別認同 我的身分證就是二開頭的 那不會去思考說 我要去改變什麼 其實相信有很多女生都跟我一樣有這樣的困擾 但是我覺得不用去特別外在的眼光 然後來讓你去做改變 林玉婷認為不管是什麼性別 最重要的是成為自己喜歡的舒服的樣子 別因為社會上的刻板印象與批評 讓真正的自己淋濕在他人的目光中 這樣的信念也是讓她能夠堅持 走在拳擊這條道路上的原因 如果說身為一位優秀的運動員 如果你這種程度的壓力 你都沒有辦法去度過的話 那你要怎麼在場上 背負著你的國家的名號 然後為國家爭光 對他來說 比起自己的外觀被批評與質疑 真正讓他感到挫折的 是比賽失利 東奧馬那時候 眾所期望 金牌的候選人 結果你第一場就再見了 哇 原本是高度自信的狀態 高度的狀態 然後結果突然輸掉 就 啪 就猶如一顆原子彈打下來 然後全部都衣櫃拼聽的那種感覺 哇 差點就要消失在體育界 他的確也做到了 一路走來 經歷過失落與獲獎的高潮跌起 讓他內心越來越強大 所以當他身處網路的謾罵與質疑聲中 他選擇的是不斷的訓練 訓練 再訓練 用正上講台 證明自己 外界對你的影響 更多的是你要對自己的訓練的態度 堅定的自己 就是一定會更辛苦嘛 就包括這一次 就是最後勝利完 我也是哭啊 就是不能說 喔 終於做到了 這樣子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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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的 找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